2022年来南西江的最后一站就是崖下窟 那个早晨我观察了清晨的云雾 早早来到这里的山下 可是我的无人机遥控器突然失灵了 只能扫兴而回 今天我就是来弥补遗憾的 清晨这里300多米高的山崖 在雾气笼罩下非常壮观 景区游览的区域主要在这个峡谷里 游览顺序大概是走进峡谷内部 内部有瀑布 之后再从台阶爬到百米高的空中站道 绕峡谷一周 景区在一个村子里 穿过一片土豆地后就慢慢走进了山谷里 它们这个土豆还挺好吃的 打了一小段台阶 穿过石缝 你就会看到眼前是蓝色的水潭 头顶的瀑布 头顶的瀑布叫含修布 离开瀑布,我们就开始走 上空中站到的长台阶了 这一段会比较累 不过一旦爬上来就是绝美的风景了 远处的群山 进出到凸起的崖壁 你可以体验行走高空的吊桥 空中站到走了一半 中途又遇到了一个小瀑布 水是淡蓝色的 又走了一段上升的路 回头看,刚刚走过的那段空中站到已经在脚下 视频里这段我觉得是最漂亮的一段山崖了 再往后走 还能在山上看到前面的寒修部 之后就是慢慢的下山路了 在山上看到了一段山崖壁